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读《叶伯记》第八章 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 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 他是他们受报应 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 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 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 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胜发达 请你拷问前代 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 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 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婴儿 他们岂不执教你,告诉你 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 葡草没有泥,岂能发长 芦笛没有水,岂能生发 上清的时候还没有割下 比百样的草嫌枯搞 凡忘记神的人,景况也是这样 不前进的人指望要灭墨 他所仰赖的必折断 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 他要倚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 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 他在日光之下发青,慢着爬满了园子 他的根盘绕石堆,扎入石地 他若从本地被拔出 那地就不认识他,说我没有见过你 看哪,这就是他道中之乐 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生 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住邪恶人 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 也欢呼充满你的嘴 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 恶人的帐篷必归于乎有 亲爱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我们刚刚读完了叶伯吉第八章 正当叶伯在上帝面前倾心吐义 然后将他心中的委屈 痛苦疑惑不断地倾诉出来 他的朋友苏雅人 彼勒达切听不下去了 他觉得他必须要把他心中的想法一吐为快 因此他也非常不礼貌地打断了上帝 与叶伯之间的亲密地沟通 那彼勒达呢,他实在不明白 叶伯所承受的痛苦 他就像以利法一样 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用很理智来思考苦难的逻辑意义 而且呢,他并不是站在受苦者的立场 只是用同理心来感受叶伯的苦与痛 亲兄姐妹,很多时候呢 我们只想呢,称口实之意呢 只想发表我们自己的看法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忽略了受苦者的感受 在彼勒达的耳中听来呢 他觉得叶伯师父在满宴上帝的不公平 因此呢,他为上帝来辩驳说 神岂能偏离公平 全人者岂能偏离公义呢 其实呢,叶伯并不是质疑上帝的公平和正义 这是我们知道的 那但是他只是不明白 上帝为什么或者是为何 以如此严厉的方式来对待他 但是呢 彼勒达却认为叶伯的信仰 可能是走偏了 他再一次的强调 全人者上帝绝对绝对不可能不公平不公义 叶伯的耳拟 可能或者是必定是因为犯了罪而死 所以犯罪是人受苦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这个是呢,以乐法所认为的 他深信叶伯肯定是有罪 所以就指责他说话很狂妄 那彼勒达虽然是一个智慧人 那但是他的问题就是 他却还是没有 属灵的眼光来看见天象的征战 他根本不知道 叶伯现在面对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他只能够凭做传统的经验 或者是古人的智慧 来评论现在发生在叶伯身上的苦难 他认为呢,叶伯的苦难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犯罪 离开了上帝 离开上帝的保护 所以彼勒达说 凡忘记神的人 金矿是如此 不经浅人的指望要灭没 他所仰赖的必折断 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网 所以我们看到彼勒达认为 业伯会遭此的灾难 日子愁苦短暂而可笑 都是为什么呢? 都是因为他忘记了上帝 离去上帝的主要的缘故 弟兄姐妹 难道叶伯所面对的 就是如以乐法所说的吗? 当然不是 我发现很多时候呢 我们要当冲法官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是法官 我们没有资格来评论 人为何遭受痛苦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想当起了法官来 来替上帝伸张 所谓的公平正义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 只是片面 或者是一部分的真理 并不是全部的真实 很多的事情 都是错综复杂的 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单纯的 上帝也没有设立 我们当审判官 因此呢 他无需多话 就说越多话呢 越彰显出我们内心的恶来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当我们要去帮助一些人 或者当我们要当冲 两者之间的中宝 或者是中间人的时候 可能有两班人 他们争吵起来 但是呢 上帝 借给我们这个机会 当从中宝 或者当从所谓的 和事佬的时候 那我们真的要从这里学习 不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同时我们要 去了解两方面 不要从 只是自己的主观来看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所来帮助其他人的时候 我们往往已经有一个 线路为主的背景 线路为主的一个概念 或者是一些看法 当我们先有一个 线路为主的一些看法的时候 我们会很容易呢 判断出物 大约今天早晨 我们来学习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可能神会使用我们 去帮助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 让我们真的祷告 求主给我们智慧 真的能够来帮助到他们 更重要的 不是要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而且我们也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弟兄姐妹的问题 但是更重要的 神就是要使用我们 把这些弟兄姐妹 带回到上帝的面前 好叫上帝亲自的来 帮助这些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就像耶稣一样 他就是把我们人 带回到父神的面前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今天早晨 我们知道你的话 告诉我们 你就是那道路 真理生命 若人不接触你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是的 主耶稣 你来到世界上 你就是单冲一个中保 就是把人带回到父神的面前 你不是把人带到你的面前 但是你主要的工作 就是使人回到父神的面前 主啊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每当我们有聚会 成为一个合适老 或者是一个辅导者的时候 主啊 帮助我们 不要用我们主观的背景 主观的看法跟价值 先入为主的看法 先来评论 那些我们帮助人的 一些的问题在哪里 主啊 更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 在那段时间 能够祷告寻求你 取得你给我们的智慧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 把这些弟兄姐妹 带回到你的面前 我们整个的帮助的中心 就是人要回到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发现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人的心 渐渐的转向的时候 他们的问题 就能够一一的解决了 主啊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答案 你就是现代人的答案 我们谢谢你 有这么的荣幸 能够来认识这位 帮助我们的上帝 主啊 这个时候 我要将我们 这一整天的生活 都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们如此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 基督的圣明祈求 Amen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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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